2008年在山西林坟发生了一场胆大包天的抢劫案,四名劫匪精心策划,假扮警察,抢劫身家过亿的梅老板,原本以为能轻松到手200万,可谁知,王老板的一句话却让他们目瞪口呆,要钱,我给你们1000万,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,2008年的山西林坟大街小巷,差余饭后人们都在议论纷纷,话题中心只有一个, 没老板王建军家遭贼了,而且丢了1000万,1000万现金啊,那是什么概念,在当时都能在林坟最好的地段买好几套房子了,老百姓们哪里见过这阵势,一个个说的惠声惠色,仿佛亲眼所见,这消息传的比风还快,没几天就传到了警察耳朵里,按理说这么大的案子,受害人不得第一时间跑到警察局报案吗,可奇怪的是,警察翻遍了记录,愣是没找到任何相关信息, 难道是谣言,可这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,不像空穴来风啊,为了弄清真相,警察决定主动出击,找上了传闻中的主人公,梅老板王建军,王建军是谁,那可是林坟响当当的人物,他靠着煤矿生意, 赚得盆满钵满,住的是别墅,开的是豪车,妥妥的人生赢家,可当警察找上门的时候,王建军却一反常态,表现得非常奇怪,他坐在自家豪华的客厅里,面对警察的询问,却像是双打的茄子一样粘了,不停地搓着手,说话也吞吞吐吐吐,和平时那个在生意场上叱咤风云的王老板,判若两人,王老板,我们听说,你家里最近进了贼,丢了一大笔钱,有这回事吗? 警察开门见山地问道,没,没有的事,都是街坊邻居瞎传,别信他们的,王建军抬起头,好像是要掩盖什么,真的没有,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,这可不是小事,警察加重了语气,就想看看他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,可是无论警察怎么问,他都一口咬定,家里没进贼,更没丢钱,还一个劲地催促警察,赶紧去别处调查,别在他家浪费时间, 这反常的举动,让经验丰富的警察更加确信,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,他们一边安抚王建军的情绪,一边旁敲侧击地打听着情况,最后还是王建军的妻子,在巨大的压力下,忍不住哭了出来,他拉着警察的手, 气不成声地说,警察同志,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,我们家,我们家确实,王建军见状,知道再也瞒不住了,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,示意妻子说出真相,原来王建军不是不想报警,而是不敢啊, 案发那天,王建军刚吃完早饭,正准备出门去厂礼,突然就听到有人敲门,王建军心里纳闷,这么早谁会来呢,他走到门口,透过猫眼往外一看,只见门外站着几个穿着警服,看着还挺像模像样的警察, 王建军没多想,平时也没干啥亏心事,警察上门,估计也就是例行检查吧,他顺手打开了门,可他万万没想到,这一开就打开了一场噩梦,那四个警察一见王建军开门,二话不说,直接冲进了屋里,还没等王建军反应过来,就被他们一把按倒在地,王建军还没明白怎么回事,就感觉后脑勺一凉,一把硬邦邦的东西顶住了他的脑袋, 紧接着他听到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,别动,抢劫,王建军这才意识到,自己遇上劫匪了,而且还是一伙胆大包天,敢假扮警察的汉匪,他吓得魂都要飞出去了,心想这下完了,怕是要把命交代在这儿了,只见其中一个劫匪,用手比划着,向王建军要赎金,王建军哪见过这阵势,吓得眼冒金星,脑子一片空白,劫匪看他半天没反应,有些不耐烦了, 又用手比划了一遍,这次王建军终于看明白了,劫匪要的是两百万,可他不知道是被吓糊涂了,还是怎么的,居然把两百万看成了两千万,两千万太多了,我一时半会拿不出这么多,一千万行不行,王建军哆哆嗦嗦地说出一番话,生怕惹恼了这帮亡命之徒, 可没想到这劫匪一听,心里可是乐开了花,这冤大头,真是人傻钱多,他们强忍着笑意,装出一副凶狠的样子,答应了王建军的请求,就这样,王建军稀里糊涂地被敲诈了一千万,劫匪们拿到钱后,一刻也不敢耽搁,拎着沉甸甸的现金袋子,迅速消失在别墅区, 他们按照事先计划好的路线,开车直奔王建军的老家,你可能会问,他们怎么知道王建军老家在哪,还知道他老家藏着钱,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,这伙劫匪为了这次行动,可是下足了功夫,足足谋划了大半年, 他们先是在王建军家附近租了套房子,每天轮流蹲守,观察王建军的出行规律,摸清了他家的情况,为了掌握更多信息,他们还使出了美人计,他们找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,让他故意接近王建军,套紧胡拉关系,装作对他有好感的样子,王建军这人。 平时忙着生意上的事,哪见过这阵仗,一来二去,就被迷得晕头转向,不知不觉就透露了不少自己的情况,包括老家的地址,甚至连自己平时喜欢把一些贵重物品放在老家都说了出来,不得不说,这年头,做贼都这么敬业了吗? 为了抢钱,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。拿到全部赎金后,劫匪们彻底放飞自我了,他们先是跑到外地躲了一段时间,然后就开始疯狂挥霍,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,好像一夜之间变成了真正的百万富翁,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法网灰灰,数而不漏,他们所享受的一切都建立在犯罪的基础上,迟早要付出代价。 王建军报案后,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,全力侦破这起性质恶劣的绑架案,他们根据王建军提供的线索,仔细排查,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,你猜怎么着? 这伙劫匪的头目,居然是当地一个超市老板,他叫曹某,在林坟开了好几家连锁超市,生意做得红红火火,按理说也不缺钱啊,怎么就干起了这档子事呢? 原来曹某这人,表面上看着老实芭蕉,背地里却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,他一直不满足于现状,总想着赚块钱,过上灰金如土的奢华生活。 他有个朋友叫张某,开了一家食料厂,但这两年生意不景气,欠了一屁股债,整天愁眉苦脸的。 有一天,曹某请张某吃饭,几杯酒下肚,就开始吹嘘自己如何如何聪明。 如何如何有办法,听得张某一愣一愣的,兄弟,我有个发财的路子,就看你敢不敢干了。 曹某压低声音,神秘兮兮地说道,张某一听发财两个字,顿时来了精神,连忙追问是神妖路子,曹某凑到张某耳边,低声说,咱们干一票大的,抢劫个有钱人,下半辈子就吃喝不愁了。 张某一听,吓得酒都醒了大半,连忙摆手说这是犯法的事情,可不能干啊。 曹某却一脸不屑地说,怕什么,只要咱们做得干净利落,警察根本找不到咱们头上。 就这样,在曹某的威逼力诱下,张某最终还是答应了,为了保险起见,他们又拉拢了两个社会闲散人员,组成了一个抢劫四人组。 警察抓捕曹某和张某的过程,也颇具戏剧性,曹某这家伙,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,拿着抢来的钱,跑到瑟斯店,准备给自己换辆豪车,他估计做梦也没想到,自己会被当场抓获,而张某呢,自从参与了抢劫,就一直提心吊胆,生怕事情败露,他整天躲在家里,哪也不敢去,惶惶不可终日,当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,他吓得瘫软在地。 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,至于另外两个同伙,一个在网吧上网时被抓,另一个自知法网难逃,最终选择了自首,这起案件,最终以四名劫匪,被绳之以法告终,虽说案子是破了,但是受害者的态度,还是挺让人奇怪的,从最开始,王建军不想报警,到其中警察调查的时候。 一直告诉警察,钱要不回来就算了,还说自己也没指望破案,难道真是人傻钱多,不过王建军的妻子一边抹眼泪,一边跟警察解释,说老王这人啊,胆子小,平时连吃鸡都不敢杀,更别说遇到这种持枪的亡命之徒了。 而且那些劫匪临走的时候,恶狠狠地警告他们,说要是敢报警,或者把这事说出去,就杀他们了全家。 所以老王他也是怕啊,怕那些人真的丧心病狂,回来对我们一家老小不利,这才想着破财免灾,稀释宁人,说实话,王建军这波操作也不能说完全错了。 毕竟钱没了可以再赚,命要是没了,可就真是什么都没了,可话说回来,咱也不能因为害怕,就对犯罪行为妥协呀。 你想想,那些劫匪要是这次得逞了,下次还不得更加猖狂,指不定还会去祸害更多人呢? 俗话说得好,法网灰灰,疏而不漏。 坏人做过的坏事,就像刻在石头上的字是抹不掉的,他们迟早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,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